浩顶乳癌新药历经解盲风波 董事长张念慈和前中研院院长汪启慧都遭到起诉 今天浩顶举办股东会 董事长张念慈也针对股价波动向股东们致歉 至于外界关注的乳癌新药进展 浩顶宣布已经迈向全球的三期临床试验 迈向全球的三期就是这个822 浩顶举办股东会对股东高度关注的乳癌新药进度 浩顶宣布乳癌新药已迈入全球的三期临床试验 除了欧美外还包括台湾中国韩国 预估花费台币15亿元 目前浩顶资金充裕能够独立完全试验 预计明年上半年开始 美国欧洲及中国都得到当局的同意 我们进行三期的临床试验 所以我们在做一个临床试验最终的设计 现前浩顶乳癌新药经历解盲风波 董事长张念慈 以及前中研院院长翁启慧都遭到起诉 董事长张念慈也针对股价波动 向股东们致歉 对不起我们的股东 在这个事件中间让我们的股价 没有办法能够维持在一个 比较安定的水准 国际上的一个大环境 也有一些我们台湾生计的小环境 还有我们自己遭受到的不白之冤 都有一些影响 张念慈表示公司正不断努力 在基本面上将产品做好更有竞争力 只要有一两个成功样板 生计股的人气就会渐渐回温 新台湾电视高居人张元廷 台湾那边才不摸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